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最后依然在2023年被迫求助于瑞士监管当局 最终以30亿瑞士法郎的价格强行被卖给了其瑞士最大的竞争对手 UBS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 今天我就用非常简单的话给大家聊聊 为什么瑞幸撑不下去了 其实瑞幸的问题并不是上个星期才发现的 我们GoMarkets之前也对此做过详细的分析 那么一连串的问题最终让这个世界知名的投资银行 倒在了2023年的3月 大家都知道瑞士银行一直以来是以保密 中立和安全所闻名于世 就算是在一战和二战期间 瑞士也是以其中立国的地位保护了其储户的钱 不受到战争的影响 但是随着战后英镑的制度被美元所取代 瑞士也最终放弃了他金融中立的态度 在过去的十几年不得不服从于美国的压力 不但给出了美国公民在瑞士银行存款的数据 也在最近的几年频繁参与了国际的金融活动和金融制裁行动 而在瑞士经过不断的兼并重组 目前市人所熟悉的两个银行分别是UBS瑞士银行和我们的瑞士信贷 在08年前两家银行其实都是致力于探索全业务的银行 也就是说传统商业理财和投行业务一起发展 但是08年危机之后 老大UBS瑞银决定缩减其投行业务 重新回到100多年前瑞士银行的看家业务 也就是财富管理 而老二瑞幸则依然专注于看上去风光无限的投行业务 希望未来把自己做成欧洲的高盛 于是两家瑞士银行在过去15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由于看不上传统的财富管理 靠管理费引力的这个模式 瑞幸是坚持觉得只有投行的业务才能赚大钱 因此在08年之后是全球开花 在美国和高盛摩根抢生意 去欧洲和英国法国的银行抢客户 靠着08年到18年这10年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 瑞幸也成功成为了世界投行的第一梯队 但是在过去的三四年呢一系列的事件 却让瑞幸积累了百年以上的家业 在2023年走到了尽头 光是这个瑞幸在Green Sale基金爆雷的事件 和Archegos基金严重问题的这两件事情上的损失 就接近100亿美元 这按理说瑞幸2020年管理的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 损失100亿还有99% 那怎么会挂呢 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记得有一根桃经济转弯 问树上有五只小鸟 你如果打下来一只还剩几只 可不是四只哦 这题的答案是零只 为什么呢 因为剩下的小鸟全被吓跑了 那么这也是瑞幸所面临的真实情况 当连续两个基金出现问题以后 因为涉及虚假账户和洗钱 瑞幸被美国和瑞士的监管机构罚得半死 亏钱不要紧 罚款问题也不大 关键是呢 这一旦涉及到假账户和洗钱 这名声就不好了 要知道很多有钱人去瑞幸 就是希望瑞幸是安全可靠的 现在这么一来 从此被美国和瑞士盯上了 做什么事都容易被查 那有钱人怎么还敢放钱呢 更多的机构也纷纷地撤离 深怕因为瑞幸而被监管重点关注 从2021年爆雷之后 瑞幸的客户资金就开始大量的外流 但是它靠家大业大是撑到了今天 但是在几周前呢 刚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 过去12月 瑞士信贷的资金外流情况并没有好转 并且呢 负责审计的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 还给出了负面的审计报告 直接就等于告诉全世界 瑞士信贷的财报有问题 如此一来 逼得这CEO不得不出来讲话 并且承认内部风孔出现问题 而且还告知 2023年预计还会亏损 同时很快 瑞幸的第一大股东 沙特银行宣布 不会再追加资金 也意味着大股东对瑞幸 已经失去信心了 这时呢 美国多家的小银行又出现爆雷 直接导致瑞幸的储户更加担心 原本摇摆不定的都走了 美国的硅谷银行 也成为了击垮瑞幸的最后一根稻草 市场对其信心尽失 挤兑加剧 按理说瑞士信贷上万亿的规模 不至于几百亿取款就无法承受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上万亿的存款 大部分都已经被瑞幸投资到 世界各地的各种物业 商场股票基金还有企业 其中大部分的资产 是不可能短期内马上变现的 因为呢 没有一家银行 会把钱留在银行里 不投资出去 不然的话 怎么偿还储顾的利息 只是不同的银行 赚钱的方法不一样而已 但是呢 当瑞幸面临每天 几十上百亿的取款的时候 也无法承受 不得不求助于瑞士的金融监管机构 而瑞士当局呢 也是紧急批准了几百亿的临时资金 但是消息出来以后啊 还是没有办法减缓取款的速度 按照这个速度 瑞士当局给的几百亿美元 也会在一周内就消耗完 而一旦瑞幸的客户无法取款 那么瑞幸这个品牌 最后的信用呢 就会完全丧失 因此呢 在上周末 瑞士金融监管局呢 强行撮合了瑞士银行 和瑞士信贷的收购 在给出了巨大的政府担保 和免除了一大笔瑞幸的债务之后啊 瑞银以30亿美元的超低价格 收购了瑞幸 而在这次的收购当中呢 不但股东的利益啊 是遭受到了90%的亏损 更夸张的是 瑞士监管机构 直接帮瑞幸违约了大量的公司债 我们都知道啊 就算是公司破产 正常的还钱顺序里 也是债权人排在股东之前 但这次直接把一大笔 瑞幸发行的公司债 给不承认不兑付了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那么后果就是呢 欧洲所有的银行 包括HSBC 包括法国巴黎银行 等最大的那些银行 所发行的公司债 在市场中都被大甩败 价格暴跌 大家生怕呢 出现问题的时候 又耍败不还债 这也导致欧洲银行的股价 出现了暴跌 说白了我们都知道啊 其实银行呢 本质上就是靠信用来建盈 因为呢 我们存在银行里的钱 是相信银行 随时可以给我们兑付 一旦失信的话 就没有办法融资了 没有本钱 银行怎么去放贷 又怎么投资呢 那说到这里啊 最近有很多朋友 就关心澳洲的银行 是不是也会有问题呢 那么答案是 99%不会 因为澳洲的银行呢 绝大部分属于基础商业银行 和汇股银行 瑞幸截然不同 后者呢 大多做的都是大省议 回报率高 风险率高 而澳洲的银行呢 做的呢 就是倒倒息差 做做房贷 车贷 商业贷 这里传统业务 风险低 回报也不高 但是呢 相对安全稳定 就算是澳洲唯一的上市投行 卖跑里银行 其大部分的资产呢 也是投在了澳洲和美国 而其主要的储户 也绝对不是什么大型基金 数字货币 这样随时可能把钱撤走的客户 更多的是澳洲本地的养老金 和高净值的客户 因此呢 资金的稳定性 要远远高于那些 看上去很风光的国际性银行 首先来说 瑞幸虽然没倒闭 但是大家都看到 已经被吃掉了 如果这一波欧美银行的下跌 可以把澳洲银行的股价 压得低一点 那么 买入澳洲银行股票的机会 可能就来了 那么以上 这是我们今天的分析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点赞 关注 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